大家好,欢迎回来法师不设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长法师 耶,没错 这一集比较特别 这一集除了在 Bugcast这个平台露出以外 小长也会在YouTube上面 一起放上这一集 那相信一直收听小长这个频道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就是在最近 没错,三个月前我开启了我的新手YouTuber之路 主要会开启我YouTube 的原因 我想 这集晚一点跟大家来分享 那这一集由于 也是我这个Bugcast频道 第100集 傻花 好,我想等一下刚刚那个画面应该会被剪掉 所以要有一个特别的 企划来聊聊 就是小长进行这个Bugcast 到现在第100集的一些 心得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容 跟大家来分享 那如果一直到收听小长这个频道 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 其实我这个频道也不是 只有一百集 就是后来还有新的 企划 53餐 也没有新 差不多两年前吧 等下会把 这个频道的一些资讯 再跟大家来介绍一遍 那加上53餐其实这一集 播出的时候 我已经录到127集了 这样算不算一个成就 我觉得对我来讲还蛮难得的 就是 认识我的一些朋友应该知道 小长其实 过去以来 生命经验当中以来 就是一个虎头蛇尾 无法坚持 每次一开始总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梦想 非常好的远景 但是真的真的很难 很难坚持到最后 所以说这个Bugcast真的是 创了我生命有史以来 坚持蛮久的事情 那对Bugcast来讲 就要跟大家来 带大家看一些 资料 没错 我先开一下我的资料 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这个Bugcast的一个内容 其实 我在Bugcast 已经做了三年多 天啊 真的很久 那当时 最早开始做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3月25号 我的第一集就是3月25号 那整个2020年到结束12月为止我总共录了25集 2021年是我Bugcast最认真的一年 单集录了29集 而加了新的企划 就是刚刚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法师五十三餐 我开始找一些人来对谈 那一年 录了17集的法师五十三餐 所以2021年我这样子看下 真的很认真 或许是认真过头 我到2022年有一点软掉 有一点软掉 因为2022年年初到年底总共才录了23集 天啊 那2023年呢 录了 也是录20几集才对啦 那五十三餐录了4集 所以 刚刚大概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就是说我平均每年录了20几集 的Bugcast 到现在 三年多 财中 鱼录完100集 耶 老实讲 说快乐 跟开心也很开心 说不开心也有点不开心 是因为 当时我 创立这个频道的时候 是希望每个礼拜至少能录一集 来让大家 就是 养成 定期回来收听小长这个频道 的那个习惯 那不过真的实行下去 就发现我前面刚刚跟大家讲的我的那种 虎头社会的习惯 又跑出来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就是 其实当时我在 寺院里面的 工作内容也比较忙碌 所以有的时候就没办法 那么 照着自己的 想法 就是 这周路往下一周也要路 下一周路往下下周要路 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卡住 所谓卡住是时间上真的 嘎不过来 还有就是 没错 灵感也不一定有那么多 其实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当时小长为什么会开启 这个法师 不设限的这个频道 那其实我是从 差不多在18年跟19年就关注到Bucket这个平台 当时已经有在收听像是现在非常 红的 也非常大的频道 就是 百灵果 还有当时 有一个财经频道叫M观点 我当时都有收听 那收听 差不多18年收听了以后我就 有揽起一个想法就是 我或许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 不过就是 除了寺院的法务很忙之外 另外 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也是我的那个行动力不足 行动力不足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迟迟 不敢付出行动 那后来到19年20年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就是Bucket 台湾 这边就是说什么Bucket元年 我忘记是20年还是19年 那时候 哎 又刚好碰到疫情 大家知道碰到疫情 所以到1920年我又听例如像骨癌啊 那时候他本来是 一个祭司嘛 然后回到台湾 然后因为 这个 整个全球的航空业都大停摆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他也开启了那个Bucket 于是 再加上 重点 加上寺院的法务 整个 等于说 shut down 所有事情都暂缓 那也开启了我录这个频道的一个因缘 所以我从18年19年其实就想录这一样的节目分享给大家 不过 真正分享是 一直到20年 最早录其实还跟一个 因缘有很大的关系就是 当时我认识我们北美的一个 菩萨 也是我的好友 当时他有跟我讲说他买了一个很不错的麦克风 可能 类似这样的麦克风 那他说 他买麦克风是想要 把 师傅的书 把法师的书 或者是一些经典录音 放在 这个大陆的一个 有声书的平台 叫喜马拉雅上面 那就 激起了我内心的那个小宇宙 什么小宇宙 就是 我就想到 我这个收听台湾这边的 Bucket 我其实也有一个想法 想要录音 然后放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 于是我就开启了这个频道 那一开始 这个频道 诚如大家在我Bucket的频道上面看到的就是 我觉得直接讲佛教或者是佛法的内容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注意到或愿意点进来听 那再加上因为我 一开始都有听白灵果的习惯 所以我就想说 或许可以结合一些 例如 新闻 然后例如一些 我们 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一些 社会事件 那这些社会事件作为法师的 怎么样 去看待 提供另外一个观点来 分享给大家 那核心 如果大家真的 看了或听了我这一集之后再拉回到我的第一集 没错就是2020年3月25号的那一集 就会发现我在当时有讲说这个频道就是一个法师的碎碎念 真的也不是想要传教给大家 不过在录的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一点就是 我还是个僧众 然后我讲的内容真的讲一讲 不晓得是 自己所受的 这个生能的养成的关系 还是我的整个头脑就是被 brain wash 就是不能说洗脑 就是整个被 从我们佛法讲那个颠倒键转过来 所以有的时候讲一讲讲一讲 真的就会进入 在佛学院 训习或者自己在佛法上面 学习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然后就越来越像 说教的一个频道 我不晓得大家 最近收听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 但是 这个 我也不能说是好也不能说是不好 因为有一些题目有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是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宗教味或者是 佛言佛语的 不过放出来总是出 出意料的好 就是 收听率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真的不太晓得大家 想要什么样的内容 那另外就是大家知道 我发现从疫情以来应该不能说从疫情以来 就是一直以来如果大家 有关注自己的生活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年纪的人 就会 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 自己身心 或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身心灵的 这样一个 话题 那我在做频道之前 其实除了这个 Botcast 频道 之外 YouTube 频道 也是 我就发现很多 做这个议题的频道 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收看 那Botcast 里面就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是像YouTube上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他说他会说他是佛法 或是佛教的概念 不过 一受过这个佛学教育比较正统 或是像我们来出家 有受过这样大的团体 佛教团体训练的人来看 就会觉得他们讲的东西 没错 可能97 98都没错 甚至有人可以讲到99%都没错 但是 最后就是有那1% 有点怪怪的 那哪里怪我也说不上来 那长期看这些东西的人 为什么那么多人看 我想主要大部分的人还是有受用 那YouTube是这样 那Botcast 频台 我发现就是有很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 这个做身心灵议题的人 他们本身就会可能会讲一些宗教的经验 或者是有通一些 他可能不需要这个 或者是一些这种器材 他就有同一些能力可以跟 比较高等的灵啊 或是跟佛菩萨 或是跟众神互动 我就发现这样的频道 就是在这个时代 非常的热门 但是 必须老实讲 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 觉得 还是要出来 这样子抛头 不是抛头露撒 就是这样抛头露脸的 露脸的来 录这个节目 主要就是觉得说 或许这个像我就是在寺院里面 学习的人 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个 多一个 多元的观点也好 或者是 那大家如果有因缘找到我这个频道 也不嫌弃的话 就会发现 或许我讲的有些东西 你会发现跟他们有点不太一样 那不能说谁对谁错 就是大家 自己去判断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 资源非常丰富 那主要还是 大家在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资源丰富 当中给 埋没在资源当中 然后不知道 以 哪边为主 我想这个是 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锻炼的能力 所以 话说回来 就在那么多频道当中 我就觉得 佛教其实做一个传统的宗教 老实讲有他好的地方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其实 也有他的包袱 就是比较年轻一辈的人 似乎 对这个宗教 比较不了解 然后也比较不愿意 花很多的时间来接触 那我就觉得Apple Cash这个平台 或许 或许我可以试着用 像这样子 比较软性的方式 来 跟大家聊一聊 当然就是从自己身旁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 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世界上面宗教的事情 那我觉得 或许就会比较容易 有一些人愿意点进来看 那一开始其实我录这个频道 的初衷就像前面跟大家讲 那 虽然是有这样想不过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不晓得大家透过镜头有没有 感觉到小禅的内向 可能 感受不出来好吧 所以我开始录这个节目前面的10集内 我几乎完全没有跟任何人讲 唯一有讲的就是我家人 没错就是我家人 然后我就是也是非常谢谢我妹妹 还为了这个频道 在他的 blog上面 去推 所以今天如果你找法师不设限 或许你会在网络上 看到一个 网页 就个人的那个 blog 然后在 在介绍什么是barkast 然后 里面有他推荐的频道 当然就主要是推荐我这个频道 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而且他好像有帮我推给他的 这个同事吧还是朋友 虽然我不太晓得他的朋友还没有继续锁定我这个频道 不过真的就是 非常感谢 我妹妹跟我家人 之后 慢慢我才让 寺院里面一些跟我比较要好的 信众或师兄弟知道 那因为小禅是在一个比较大的 生团里面出家 所以我做这件事其实一直非常的低调 是因为 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 讲错话刚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宗教是具有历史 具有传承 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具有包袱 可以这么说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怕我讲错话 如果大家要知道我是来自哪个道场的时候 就会觉得你看 那个佛教团体那个道场 就是 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因为小禅的一个讲 不该讲的话 所以在这边其实也要跟大家讲 我在 包开子频道 所分享的佛教知识 当然就是在生团里面 在佛学里面讯息之外 有 更多的部分 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体验 又或者 是我自己 在自修 大家也知道我过去曾经有 在国外 参学的经验 所以我也是懂一些 外文 也是会看一些 参考一些外文 跟佛 教学 或是佛教有关系的内容 综合起来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也不完全能代表 某一个 团体 或是 汉传佛教界 又更不用讲 因为它是非常的 巨大的一个存在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包开子的 制作过程 其实老实讲 就是录到现在 有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所谓这个 尴尬癌出现 就是 尴尬啦 有时候录一录就会 害羞起来 就像现在一样 又或者 看稿 今天比较特别是看这个 其实我之前在 录音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练到 不需要看东西 然后 直接讲 那因为这一集是因为 也有一期 录影像 所以我还是拿 哪个东西在 旁边录的会比较顺 不然就录到一半就要卡掉 录到一半要卡掉 我真的 会有点受不了 然后灵感会跑掉 那从做报开始 从一开始的真的就是 有写那个主制稿 大概没有很多集 大概两三集 我我自己就动不掉 为什么 因为真的 第一个 后制的时候就听得很痛苦 就是这个 这个人就是在练稿 然后练稿之外 我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这种 口齿的训练 所以 就练的这个声音 除了没有异扬顿挫之外 还有很多字 糊糊的 让人家感觉 可能听起来的 感受会非常的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 就不会想要继续听下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录我的Bucket 一开始就买了一支 还可以 的麦克风 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支其实 应该算是 中 等 以上的麦克风 就是因为 以Bucket这个平台的属性来讲 大家都是听 听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很在意音质 所以如果大家 镜头前 或者是 耳机 前的你们 未来也有想要跟小禅一样就是去分享你们想分享的主题 小禅这边建议大家 一开始真的要买好一点的录音设备 如果你要做 YouTube就像这一集 也会放在YouTube上面后面讲到YouTube 我觉得 现在很方便 其实手机 你好一点的手机 其实 就可以开始 倒不一定要买到 很好的 相机才开始 不过声音我还是觉得很重要 可能我本身就是个听觉型的人吧 我不太晓得 那录音的场地 其实我一开始都像 现在这样一样 就是在自己的小空间 室院里面是一个小空间 或者是办公室里面 有时候到很晚的时候 办公室里面其实是没有其他的 是兄弟 或者是其他的室院的工作人员 我就会在办公室里面录 那也没有特别的其他装备 例如什么防音棉 或者是 什么 把自己造在一个纸箱 然后那纸箱塞满了什么吸音的材料 其实真的都没有 就是如果你买好一点的麦克风 你 麦克风本身就可以滤掉很多背景的 声音再加上后置 一点点的后置 其实就可以让你的声音非常的 clean 好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做Bodcast之后的改变 我想 如果 有想要做Bodcast 小长真的建议你们可以赶快进来做 是因为你做Bodcast 就会不断的自我 成长跟发现自己的潜能 前面有跟大家讲 其实我是一个蛮内向的人 大家可能现在真的 不相信 那 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确实是 我来出嫁以后 因为很多机会是需要站在大众面前 跟大家分享佛法 或带大家禅修 所以本身就会训练这一块 再加上 我来做了Bodcast 现在又进军YouTube 所以更需要 让自己 曝露在大众面前 这个时候就会激发 我们的潜能 好 我的脸有点 太靠近 这样太大 不行 好 然后 再就是 会认识更多的人 这个 很 很棒 很重要 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 喜欢学习的人 或是喜欢 接触人群的人 对小长来 讲 我真的是 是这样的人 从我出嫁之前 我就发现 我虽然内向 但是我内心总是有一股声音 什么声音呢 就是我想要认识更多的人 我想要看到世界 更宽广的一面 那这件事情 其实除了 除了 读书 或者是自己 把辛苦 存到的钱 买张机票 安排一个假期 到国外去体验 之外 另外一个 我觉得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扩大你的 生活圈 跟人际圈 当你认识不同 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这些人有不同的专场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专业的时候 透过你们跟他们互动 跟 聊天的过程 其实你可以学习非常的多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后来我觉得 我的频道不能在 一个人这样子 巴拉巴拉跟大家分享 要去找人合作 或者是 开出像把 是五十三餐 这样的节目 我变成了一个主持人 然后 用访问的方式来让 对方 讨他 专业的部分 或者是我对他好奇的部分 那我不晓得 收听这个节目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个 企划叫五十三餐 是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 叫华严经 如果学佛的 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华严经 我们的古德说 如果你来学佛 进入佛门 不读华严 就不知 佛门富贵 所以这部经典 其实 他的步头非常的大 然后他讲的东西非常的殊胜 那华严经的最后就是 善财同之五十三餐 那其实特别是像我们修行大圣佛法的人 更是要有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 所以 虽然这个频道 可能是以佛法为主 旁针 左影 穿针 还有插那个什么线 就是去提到我们 发生在我们社会上的事 发生在世界上的事 乃至宗教界的事情 不过核心还是佛法 但是在佛法过程当中 其实我透过跟其他人交流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 很多人 他们生命在历经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本身就是用佛法在对应 很多事啊 或者是他们可能不晓得 然后 我可以帮他们点出来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很有趣 那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 我做 不是这也是为什么 这就是做BotCase 我学习到 再来就是 做BotCase 第三点 就是让我有更深刻的思考 其实我这个频道一直在录一直在录 然后 不瞒大家讲 就是我录完除了剪辑之外 我几乎很少 会主动 再点 我录过 节目的内容 一开始的前面一两年 一直到去年吧 我记得应该是没错的话 去年后 我开始会点一些 我曾经录过的东西 然后 来 来放 然后自己听 这样子 那听下来以后就发现说 我真的 成长蛮多之外 还有 很多可以 更加的成长 那更加成长部分 大家就这边提到的 就是我发现前面有一些内容真的谈的东西就 没有很深入 那再来就是可能谈的也有可能过剩 所谓过剩就是说 可能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或是跟大家生命经验 有一些连结 所以 这一年以来 我开始也在思考说我的节目如何让跟大家有更多的交集跟 连结 就是说佛法他其实真的不是硬邦邦的 那未来我也会做这方面的议题跟内容 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大家应该会不会好奇 小三法师你做这样的blogcast 抛头 露面 或者是现出你的本来面目 那你难道不怕酸民吗 就是要跟大家 分享接下来的 题目了遇到酸民怎么办 不瞒大家说我做blogcast 这个频道还真的 没有遇过酸民 我不太晓得是因为blogcast的平台 本身他就不是 很容易跟你的听众互动还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我FB就成立粉丝业 就是为了要跟听众多一点互动 那blogcast的平台不管是最 最大的 或是大家 熟知的这个Apple的blogcast 或是很多现在开始有一些 一些听众透过这个spotify来听我这个节目 就会发现 他们的那个留言机制真的不是很OK 那留言进去你也不晓得他留言 他到底是 针对你哪一集在讲 除非他特别讲说 小杉拔是你的第 98集 你的录音品质不好 不然他讲录音品质 我根本不晓得他是 听哪一集 然后跟我分享 他录音品质不好 所以 基本上我完全 没有遇到blogcast上面的说明 反而是 没错 就是 我开始我的YouTube频道以后 因为开始我就有策略心 就是放一些 我blogcast上面收听率比较高的节目 放上去 然后就开始真的 有人上来 酸我 那至于酸什么内容 我想大家 去YouTube上面看就可以看到 那必须老师跟大家讲就是 我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其实 我是有受影响的 不是说我已经出家了 然后 修的好像心如止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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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 就是说 我看到以后 其实我会觉得说 天哪 你又 不晓得我 这个节目内容 到底 背后的用于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 你也不认识我 第三个 你知道这个自媒体很难做吗 不然你来讲看看 你看看有没有人要来听 这样的念头其实 有一开始我看到这个 但是 真的 我们有 不能说有修行 就是有学过佛法或长法的人 就会知道 反文文自信 或者是问题 其实 不一定完全在外面 可能也在 在我自己 所以隔了几天的沉淀之后 我就会发现 其实我应该蛮感恩他 怎么说 第一个 其实我还在没有做自媒体之前 我就先打预防针给自己 就是 如果哪一天我遇到酸民留言 表示什么 没错 表示我红的 表示不能说大红 就表示我被看到 不然为什么 谁 没事跑来你频道留个眼 那么多频道 特别是像我现在开始 我youtube 那么多频道 每天多少人上传影片 根本没有人要去点 很多人的想法都要怎么点 所以当有人点进来 然后他可能听完了 留言 我不晓得 这样说对不对 就是 留言 酸我 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你留言是全部听完了 然后觉得 作为一个出家众 你这么可以讲这样的话题 还是 跟你预期一个法师 跟他讲的内容有巨大的落差 所以你留言 总之 他也花了 时间在听我的节目 我就觉得说 真的要感恩他 他可能真的就是希望 小禅 好好的修行 悟成正道 然后再来放光说法 不过因为前面跟大家讲 我本身出家 其实就是很希望跟大家在一起 所以在还没有达到那之前 我觉得我有多少 我就跟大家分享多少 于是 我就把一些 标题下的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不愿意进来 我这个频道的人 进来收听 然后 就会让这有一些听众 朋友会觉得说 一个法师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题目 所以呢 那些双鸣 其实 我后来就会这样子 比较客观的看待 就是 第一个真的感谢他们来 让我看到我这个频道 真的有突破 舒适圈 对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不管是我的这一集YouTube下面 或者是我的粉丝页 在宣传我这一集的时候 请大家留言的时候 特别是 亲爱的佛友们 请你们不要 只是留四个字 就是 所有佛教徒都会留的 阿弥陀佛 其实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很多道场 现在 特别是现在的道场 或者是很多法师也在 分享佛法 但是就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 真的就是分享法义 内容 或者是做一些试验的报道 我就发现下面留言串 全部都给我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说阿弥陀佛不好 但是 就会让我们觉得 不太晓得 我们的内容 有没有让你们有共感 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又或者是很好的地方 然后让你们愿意 按订阅 然后乃至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个真的是 也困扰了我一小段时间 还好 谢谢大家 我的粉丝也很少人 只是用这十个字分享给我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小禅的频道 其实大家可以 就是像我们像朋友一样 就是自然的留言 我想自然的留言 对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对我的期望 我自己的期望 是希望这样子 就是大家 我们坦诚一点 就直接留言没有关系 好 这集的最后 就是要来分享 我作为一个新手YouTuber的一些感想 没错 我的YouTuber频道已经三个月了 那大家可能会写的很好奇 怎么可能只有三个月 小三把是出家人不能打妄语 狂语 我必须跟老师跟大家讲 确实 我的YouTube第一支影片 在非常早之前 我本来要做特效 可能要后制的时候做 大家如果看到我那个简介就知道 我的YouTube频道其实是 2000几年还是2010年就开了 所以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 真的是赶上时代的一个 有为青年 有为青年生 然后Botcast也是一开始我就投入了 YouTube当时开 抱歉 不是为了要当YouTuber 当时开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酷 然后可以在这上面看 人家发布的影片 然后开始去找一些东西 大家知道现在YouTube就是作为 第二个搜寻引擎 被使用 那当时只是纯粹开个账号 然后去看人家的东西 一直一直在 我出家之前 其实有在道场工作一阵子 那时候就是有帮 道场剪接一些影片 然后那一年 我们有办儿童营 我就把儿童营影片上传到我这个 频道YouTube频道 的账号 之后完全就不管他 经过了10年之久 没做10年 真的很久 经过10年之久 这一支影片 经过10年只有700 700多次观看 总之这个不重要 现在你上我频道也看不到这一支 因为就把他隐藏了 还有就是这个 真的是应该不会有人点来看 然后正式进军YouTube 是在去年2023年的 6月跟7月 那其实 我当时 当时为什么会进去呢 就是我发现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Bodcaster 把他的 内容放上YouTube上面 然后 不瞒大家讲 其实在 2018 1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考虑到底是 要做Bodcast 还是做YouTube 还是两个都做 不过那时候因为在 团体里面真的比较忙 所以 我后来选择 Bodcast 因为Bodcast很简单 就是只要一支麦克风 录音 剪辑 上传就没事 但是 大家知道YouTube 就是要录音 然后录音 然后剪辑 可能要上一些 特殊的效果 再加上 电脑也要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 觉得说 当时的状况真的不叫不可能 YouTube跟Bodcast一起 于是我就觉得 Bodcast 一直到真的就是到去年 不叫 下定决心 觉得不行 再等了 再等下去可能就跟这个 Bodcast一样 等了一年多才开始录 已经又少了 很多的 产品 于是我就开始了 那 这边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说三个月 是因为我六月七月真的是把 之前Bodcast的东西 选择比较 大家可能会想看的内容放上去 之后我就去日本 四国骗路 那当时我当时就有 考虑到四国骗路回来以后 我去之前就已经准备 要以这样的一个题材来跟大家分享 顺便开启我的YouTube 生涯 那也非常感谢 这个 主动卖医师 因为我在去日本四国之前 其实我放了我跟他对谈 然后 两个多月回来 以后我就发现 我的YouTube频道 虽然只有短短的 一两个月 但是我的粉丝已经超过 不是我的粉丝 我的订阅者已经超过1000人了 真的非常感谢 主动卖医师的佛心来着 帮我加持 该怎么说 就是很多人新手YouTube 其实真的很难被看到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1000个订阅 大家知道现在YouTube就是要开盈利的话 要1000个订阅 4000个小时的观看数 那我从日本回来以后 其实 这两个都已经破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 但是由于 两个月 就没有更新 YouTube大概也就没有帮我推播 就是靠主动卖医师的那一集 6万多次观看 也是现在YouTube频道到现在为止 最多观看的 那 回来没多久 当然我就开始整理我的 当时我觉得要进军YouTube 的一个想法 就是把我四国篇录的影像放上去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看小传四国篇录啊 不瞒大家讲 就是我除了放这个 Budcast的内容 53上的内容之外 最重要 当然就是小传四国篇录 不过 我的四国篇录真的 现在 讲起来 有一点让我 还在调试 就是我的四国篇录系列 让我知道现实 其实不容易的 特别是 有想做YouTuber的人 你们的辛苦 小常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个感受也不是只有YouTuber 就是在Budcast 我前面的一两年 真的也是 很深的 很深的感受 当时做Budcast 当时做Budcast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如果有五十一百个听众固定来听我节目 我就成功了 这个这个是点头吗 奇怪怎么会跑出奇怪的手势 现在 我经过三年多努力 然后也录了一百几一 现在是当时想象的数倍 然后已经快 应该已经破千了 那在Budcast上面我真的不太晓得 破千是不是一个 很多 的数量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跟那种大的 Budcast 比啦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一些很有名的 就是说以宗教类 因为大家如果 去点 Catalloc分类 就是 佛教类 我的节目真的就是很前面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佛教类真的那么的少人听吗 然后 于是 我又进军了YouTuber YouTuber真的就是刚开始 也想说 借由这一集 除了 原本已经是我的Budcast的听众 谢谢大家 陪伴小禅 因为你们的陪伴 你们的订阅 或者是你们帮我介绍 让我走到今天 那之后当然会继续走下去 那YouTube 真的也是希望大家 就是跟这个Budcast一样 如果你是Budcast 收听的听众 那你也有在 用YouTube习惯 那也请 到YouTube平台帮我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因为你就会 收到小长四国骗路 当然之后的这个YouTube 我还会有新的发想内容 不止只有Budcast的内容 因为我自己觉得YouTube收听的 收看的人可能 属性会比较不一样 那我确实也发现 这个Budcast年龄层跟YouTube年龄层 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YouTube的内容 我也会思考这一些族群 不同族群他们 关心的议题跟想要听的内容 一样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 或是希望小长做什么样的企划 请帮我 留言在我的 任何一个平台上面 你们的许愿小长会 试着满足大家 我没有办法马上承诺说 一定照办 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佛法讲的因缘 或者是一些 难以意料之事的发生 不过大家的许愿小长一定 就是会想办法达成 那我现在要改词 因为我之前讲敲碗 然后就有人来跟我讲说法师敲什么碗 所以我现在把它改成不叫佛系的语言 大家可以许愿来着 那我就帮大家 满大家的愿 以上这一集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个特别的一集 就是我的Budcast 已经录了100集了 虽然远远早就已经破了100集 加53张早就破了 再来就是我开启我的YouTube频道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其实我真的还是一个新手YouTuber 但是已经非常感谢大咖的加持 所以当我录这集的时候 其实我的粉丝刚破4000人 那希望我的YouTuber可以更多人订阅 然后Budcast也是一样更多人发现我这个频道 觉得小长是一个有趣的出家人 然后进而订阅我 这集就到这里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